用這個 OK 好 各位好 那歡迎來到我們這次的議程 那我是SKY 那我們這次的議程的主題是 學生自治之道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開放學生自治組織的白皮書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議程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白皮書在做什麼 然後道路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在這開始之前就是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我們在這個議程 我們在就是我們差不多在就是 差不多在15分鐘或10分鐘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工作坊 那就是讓大家就是參與 就是學生自治組織 如果是分散是學生自治組織的話 實際運作起來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真的參與的話 那就是如果你有一個Metal Mask 那歡迎透過填這個表單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透過你的手機或你的電腦 直接實際參與到這個workshop OK那 那在就是如果你想要就是等一下還要加入的話 這個可以直接透過 直接code up 就是等一下在siccon跟siccon.tw還有gdse.taiwan 他們的貼文應該都會有需要類似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直接點到那個連結這樣子 好 好那我們就開始 那就是 剛好提到就是 我們主要就是要講 講就是我們做的這個白皮書主要是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分散是自治組織在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 那我是Sky Home 我是 我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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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半床主張者 這樣子 那 呃 呃 在在 在工作坊裡還有另外兩位 那一位是嘉宇 在這邊 那另外一位是 範範 在這邊 對 那就今天我們三個人帶來就是的 義神這樣子 好 那就來跟大家介紹的什麼是 Style Landau Style Landau 它就是 Style Landau它其實是一個我們在某一堂課 就是一個在台大網媒所辦的 舉辦的一個有關web3的課程 然後 我們在那時候做 要做一個請問報告 然後 然後加上我那時候就是在 呃我自己本身就是在玩學生自治的 對 那 雖然就只是一個學生中心的小小研究員這樣子 但是在 我的學校 我在台師大 然後我們 我同時遇到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呃我們 我們學校的 呃 學生會 的 呃除了理事長以外的所有幹部 主動向 呃理事長 親辭 那 呃原因是就是 呃他們認為就是 呃理事長嚴重失職 然後不希望能夠就是 呃不希望再繼續在他的抵押做事 呃就是類似長這樣子 那 呃如果想要知道其他東西的話 那總之就是 呃因為這樣子 所以導致就是 學生會在5月7號之後 就 就沒有再推動任何新的東西 就只有 單純就是 進行交界的部分 所以就是在那段時間就有一個很長的空空期 然後 這件事情在 施大那時候也讓了蠻大的這樣子 那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我的系學會 也發生類似的事情 對 就就就就是 剛好就是就是 前一個禮拜 那 前兩個禮拜 然後那時候就發生這樣的事 就是 呃我們的 系學會的 呃監督組織 會代會 他們發現就是 呃學生會的處理事情不當 然後 然後還就是 直接指名罵性的 罵 會代們這樣子 然後導致就是 呃會代不希望 呃他們不希望 再繼續 呃沒有辦法再繼續 擔任 會代這個職位 然後就像 就是 直接進行總辭 那 一樣是就是 整個系學會就沒有辦法 再進行做任何事情 那一樣是 終結直到 下一個 下一屆這樣子 那 那 連續遇到這兩件事情啊 我就整個很猛 然後 雖然我沒有 實際參與 但是 我發現就是 我如果就是 我相信還有其他的 私事組織可能會遇到 其 類似的狀況 那當然除了這個問題外 還有其他的 問題存在 那等一下會 大概講出來這樣子 對 那 不好意思我想要知道時間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那 呃有關於 呃我想要先大概講一下就是 有關於學生知識架構長怎樣 那 那 如果是 如果是平常 如果大家在就是進行 學生知識組織的話 就是在學生會裡面玩 或是在系學會裡面玩的話 通常會有這樣的 內容 那 這個內容就包括就是 呃 校房 就是校房 學校的單位 那再來還有就是 系學會跟學生會這樣的 學生知識組織 那之後可能還會有就是 所有的學生或學代 可能會就是 呃 根據就是 系學會跟學生會做什麼事情 可能會去監督他們 或是去 關注就是整件事情發生的情況 那我們可以大致上分成這三種 但是呃 或許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這個只是理想上的問題 那是 事實上就是 呃就是 越來越近年的情況下 就是發現 呃就是 學生會跟系學會 如果 如果大家沒有特別去關注的話 可能會知道 可能會覺得就是好像沒有 沒有在做事 或者是 呃他們做的事情好像 我越來越沒差 這樣的感覺 對那 其實就是 甚至是在玩學生自治的我 其實 偶爾也會這麼想 然後 然後我就不會特別去關注他 然後我也 並不說很care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常發生 那 呃 那 這個就是主要在第一點 就是學生知識組織的 1月昨天下降 那 為什麼會這麼講呢 就是呃 我們在 我們在之前做那個專 在做那個專題的時候 我們的系統會學長 他 他找出了這張圖 那張圖就是從1985年一直到現在 台大學生會會長選舉的投票率 的 趴數 就大概大概長這樣子 那就可以知道就是從 呃 這些甚至是有就是 呃 差不多半數 然後就是在近30年 就直接 呃 掉到甚至5趴這樣的數字 那這個就是 一直直到去年 一直都是這樣 一直直到今年 都是這樣子 那 另外還有就是 呃 呃 組織內部的資源不足 然後還有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在 呃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組織 那就是 如果要推行一些東西的話 就是 如果大家玩過行政 可能會知道就是 呃 這些問題其實非常嚴重 對 那就是 如果只是想要推行一個 蠻大的東西的話 那就可能要拖好幾年 但是 事實上人都已經換一輪了 對 那 或者是就是每一個 只要遇到類似的問題 其實都會發生 那只是 學生知識組織也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 無論是 跨界 跨時空 還是有關於就是 每一個不同 學生知識組織 就是學生會 還有戲學會之間 都還有類似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就是 我剛剛在一開始提到的 就是學生會跟 就是理事會 就理事會跟會代會 或者是 學生 或是戲學會跟 學生代表 就類似這樣子的 兩邊意見不合 然後導致就是 其中一邊請辭 然後這樣的問題 其實 呃 真的會 我認為接下來會 越來越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樣子 好 那 總之就是 呃 我們就是在 在那一堂Web3的課程裡面 我們學到一個東西叫 道 那道這個東西 它能 就是 我們去 就是認真去 了解它之後 我們發現就是 這個或許是一個能夠解決以上所有問題的一個 好方法 對 那 那就是我們就今天想要介紹這個東西 這樣子 那 總之就是我們就看到了這些問題 然後我們就提出一些 提出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 我們就把以上的所有 就是之前 我們目前為止出現過的學生知識組織 都把它叫做古典的 那 那我們就 我們就提出一些問題 那嘗試就是 看 我們如果把它 把它拿到學生知識組織上來的話 會遇到哪些問題 或者是 我們有哪些問題能夠解決 OK 那就是 我們其實有一個共筆 那就是 那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 那之後還會有連結 我相信大家可以點不到 喝 OK 好 那我剛剛講了非常多道的東西 那道到底是什麼 它的英文叫做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那它的意思叫做 分散式自治組織 那這個分散式指的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 它是一個 全力分散架構 那 全力分散指的是 就是 它並沒有一個實質上的會長 每一個人 都是有 就是 它的全力並不是 就是緊握在一個人手上 或者是 有 特定的人 才能夠 代表這個 代表這個組織發生 那組織跟社群 有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 有錢這件事情 對 那總之就是 有關於錢 有關於錢 那就是 就是要怎麼在 分散式的情況下做出來 那這就是分散式 組織的一個 主要的解決問題 那 成員分散這也是另外一個情況 因為 在分散式組織 大部分都是利用 Web3 也就是 用區塊鏈的方式實作 那就是 那 也因為這樣的事情 所以讓就是 參與到的人 非常的 零散 或是分佈於 全世界各地 那另外就是 在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 成員 在到進行溝通的時候 或者是在進行 某個角色的時候 他們會利用 在區塊鏈上面的 一個叫做智能合約的東西 你會決定所有 喔 好 我們決定 把他 等他一下 OK 我們回來 那就是 在 我們 都透過智能合約 溝通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 把很多東西 把它自動化 像是 有哪些成員能夠加入 哪些成員可以出去 或者是要進行 拿一些草案 然後要領多少錢 這些東西都可以利用智能合約 或跟自動化一起來解決 對 那 那 用區塊鏈來做的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能夠把所有 就是在整個組織裡面 進行所有的事情 全部公開 那 最公開的意思就是 呃 假使你可能沒有參與到 就是 你可能並不是真的會參與 全自主織 或是 你從來不會投票 那這樣的話 你還是能夠透過這種方式 去知道就是 整件事情到底發生怎樣 你不用擔心 哪件事情 是沒有在智能合約 以外發生的 因為在智能合約 以外發生的事情 不算在裡面 我們全部都只是看智能合約 這樣子 OK 所以就是 整個 智能合約的分散是 就是這個意思 那自制指的是什麼呢 自制指的是就是 呃 或者大家可能有參與一些 就是 呃 呃 就是無論是學生以外 或者是 在學生內 像是呃 呃 一些台設的啊 之類的東西 那它就是一個 呃 大家隨意加入 隨意出去 那它可能也並不是 出一個某件事情 它只是一個自救回 類似的東西 或者是一個 有一個共同的 使命 或是共同的想法 然後聚集在一起的一個 存在這樣子 那 呃 它不依附任何組織是因為 就是我們都是自主加入 自主出去 然後它也 參與這個組織也沒有任何的限制 這樣子 那 那這 那這個就是呃 自制的意思 那同時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 它不會被第三方限制 不會被第三方限制的意思就是 它能夠去 規避 其他組織去對這個組織 對這個DL的 要求 像是學校 因為 因為整個分擔事務組織的人 來自各地 它可能不是台大學生 但是它對 但它有參與到 它有參 它對於台大發生的事情 是有感覺 而且加上它會是 就是利益的影響者 所以就是這些東西是 就是學校沒有辦法透過 就是任何的管道去做到 就是去干涉到 道 的存在這樣子 那 總之 呃我們透過 我們去了解道的情況是什麼之後 我們就 發現就是 我們或許能夠做一個 就是屬於學生 然後去處理學生 就是類型的一個道 這樣子 好 那 呃現在 12分好像有點多 那 總之就是我們透過 我們剛剛從以上所有東西 我們做出了一個就是 白皮書 那這個白皮書 是參考就是 呃在日前就是 各種 呃到 各種其他 呃 非凡之主 自治組織的白皮書 還有其他人正在實作 或正在參與 非凡之主 呃非凡之主 之的經驗 然後我們做錯這個白皮書 那 白皮書的連結在這邊 那 等一下應該也會把它放出來給大家 那我等一下 也會把它放在共筆連結 大家可以直接點進去這樣子 OK 那 但是問題是 呃我們這只是一個 就是花了一個學期 做出來的一個半成品 那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就是 這個東西有興趣 或是想要 知道就是 呃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夠 在真正的學校裡面實作的話 就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OK 那就是 我們需要什麼幫忙 我們需要幫忙就是 除了就是剛剛提到的這些東西以外 還有就是 把它翻譯成英文啊 或者是真的 做出這個道德 智能合約的設施 然後能夠讓這件事情把它做出來的東西 那 有關白皮書的東西 其實也是其中一個 但是 呃實際去參與 或許是現在比較重要的一點 這樣子 好 那 這邊是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把整個 簡報連結放在共筆上 大家 大家可以進來 那 也歡迎大家到直接到 Discord上面跟我們一起討論 對 因為這是一個翻譯支持組織 大家可以隨意進出 對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好 那我們接下來都進到工作坊 我們就請 家豪跟泛泛來幫我們 呃介紹這工作坊在做什麼 還有我們等一下會進行的 學生子組織的 呃實作 對 那我們就歡迎他們 我看有沒有群 等我一下 喂 他開很慢 沒有沒有我真的 好那在工作坊開始之前就是 就是如果大家有Metamask的錢包的話 那可以可以請大家先填這個表單 然後把你的自己的錢包填到 填到這個表單 就是自己的錢包地址填到這個表單 然後來讓我們把你們加入 道裡面 然後讓 讓你們可以一起參與 道的運作 如果沒有的話也沒有關係 然後 就我們也可以直接 就我們自己也有準備一些帳號 就是可以讓實際Demo說 讓你們 讓你們知道說 如果你們現在如果在一個道裡面的話 那你們可以你們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這要接回去 有接過來嗎 方維需要 看一下 你可以講一下就是等一下什麼內容 好那 就稍微講一下等一下會有內容 等一下會有內容就是 我們會讓各位參與 就是實際參與就是投票的機制 然後還有就是實際投票過後 實際投票過後之後 我們 就是 再提出議程之後 實際投票完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都可以在這個工作坊裡面看到 我接過去 接過去 有吧 有嗎 Oh my God 總一下 還是這一 是哪一 我可以問一下嗎 是哪一條 左邊的 左邊的 對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才是嗎 對 所以另外一條不是 只有這一條才有看到串 Oh my God 好 不然你幫他寫一下 要切一下嗎 要切一下嗎 用外接的了嗎 外接 對對對 為什麼你裝兩個一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等一下還會切回去嗎 應該應該應該 應該不 應該就在這邊 我等一下就在這邊講一下 我先把他切 那我先切一下 好 欸 好 那 現在有點那個技術那個狀況 那我們先 大家先 排除一下 大家等一下 欸 好 那 欸 欸 這個嗎 欸可以可以可以 欸 怎麼那麼厲害 好 好 喔 原來 因為其實 喔 我們等一下我們這邊 我們等一下大家 因為大家可能有 我看一下 我們等 等個一分鐘 看一下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加進來 這樣 因為上面 欸這好像有點小 有嗎 有人在填表 沒有 不然我們就直接講那個題目是什麼 好好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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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要等一下大家 好 那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會以這個方式就是 就是我們這邊 我們已經有先預開一個就是議題 然後 就是因為 就是我們這邊就是說 因為在 就是你在到的話 我們就希望說 你 你參加 因為你對你自己領域 或是說你對你自己喜歡的議題來說 就是 當你很喜歡的時候 那你就會參與 都就會搞 那你就會一個 晉升到一個 例如說管理員的階級 然後就是你就會獲得很 比較多的一些 Token 比較多的認證 當你這些認證之後呢 你就會有比較多的權利 你就可以 當我們今天 需要跟學校出去 做一個代表的時候 那你就會是 你就會在那個 負責的那個領域 做一個代表 因為你今天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假設你今天對 如果是 學 學校的 例如說 呃 學校活動啊 哪些東西 你很有興趣 那你可能你對 這一塊 你就可以去提這個議程 那你今天對這個 這個議程類別多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競爭一個 呃管理員 然後今天有些類似的 要跟學校溝通的時候 那我 你就會有這個影響力 就會是由你 當作代表這樣子 對 我們這邊有 提供一個 呃現場的一個議程 就是我們有先 想好的議程 對 然後 因為 這個這個就是我們的 一個投票機制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 進來之後呢 就是 當你今天 你 你被加入這個 你被加入這個 呃 到裡面之後 就是你 你點進來 join這個到之後呢 然後你就可以 按那個 floating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 oh no 等一下 我要用 好 我們現在就直接 現場 演示一下狀況 等一下 我要換一下 不好意思 我換一下 那個 Chrome 想要一請問就是在 這場大家有對於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然後可以現在 這時候已經講出來 好 好 請說 假如說 假如說你對某個硬體 還有興趣 然後就一直參與 對 然後就可能 那因為你參與很多 然後就有相對一個區域 假如說我可能用AI去記 這些事情 然後就會有很多潛力了 就是 假如我自己做一個AI 然後我自己去把就是 讓他主動去參與這些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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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他一直持續運作 然後 他就會拿我更多的token 然後就去參與更多 然後到最後就是整個AI 在參與這個道 這樣子嗎 這個 ok 這件事情確實是有可能的 但是 要怎麼決定這個AI能夠夾進去 這件事情是能夠透過整個道 的token-based 還是water-based的方式去解決 對 但是這件事情確實是 沒有辦法避免 而且就是 如果 如果有足夠多的人 認為就是這件事情重要 那 那就是 也會有同樣的方式去參 然後 這件事情確實是 能夠透過 那同時還有一個問題是 其實參與整個學生知識組 參與整個道 是 你在做每一個智能合約 或是在做每一個上鏈的動作的時候 你都需要付GASP 也就是 也就是 就是虛擬不幣的我為 他那個錢 你假如說你每投一次票 其實 如果是以現在的情況上來講的話 你就要花差不多台幣20元 你才能夠去發表一個 去把一件事情 把它在一個道上面講出來 所以當在上面 你每一個發表的人都需要消耗台幣 那這就是一個就是能夠去 有效去減少這樣子發生的情況 對 那 對 你體驗這件事情確實會發生 而且是體驗會發生 這只是 你現在的就是載體 是人類 還是就是你去支持的這些人 這樣子 這只是一個界面的差別 這樣子 小燕 教授你 繼續 以人類的性格來說 他怎麼說服他 發言或者投票是需要付費的這種概念 因為現在的體驗概念來說 發言為什麼需要付費的 在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剛剛提到就是 如果我們像是Costcard 或者是一些就是非營組織 對不起 我不清楚Costcard組織 但是如果是非營組織的話 確實我們並不會特別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當這件事情牽扯到 這個學校的運作 或是經費的來去的話 那我們就要考慮 就是這個案子 它到底是有化 好 到底我能夠奮用多少錢 那我就會去考慮我要花多少金錢 或是寫多少contract 去獲取這些資金 對 那這所有的這些內容 都是來自於就是這個資金的大小多大 還有這個到有多少的資金能夠運用 這樣子 所以就是從頭到尾都是以 就是以資金為主要的動力來源 然後只是以這個方式去演示 就是整個要怎麼去把這些資金 用在學生資金上面 或者是去參與座的教育會議 類似的東西 有看到你有問題 那這確實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不過就是 可能是我們在一整個16週的課程裡面 被騎擾說 其實這樣子是真的有可能的 然後 有問題 有問題 可以用麥克風收音嗎 因為這樣那個 直播卡會收到音 喔好 不好意思 好 那如果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的話就你要繼續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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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那可能就沒有辦法帶著大家一起玩 就是我們實際做出來的demo 那 就我可以以我 因為這 這已經是我已經有創過的帳號 所以我就以我自己 實際的帳號去demo給大家看說 如果我們現在在一個道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 基本上你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可以在這邊提一個new proposal 就是假設如果我對學校或者是 或者是各種東西有新的想法 或者是新的議題 想要讓大家一起來討論啊 或者是一起投票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這邊提出來 那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提 然後就是title 然後還有summary之類的 然後你提完之後呢 你就是可以決定說 你可以決定說 你 就是你的投票 基本上你可以去決定說 你的投票機制應該要是什麼 還有你的 投票的 開始的時間 跟你的結束的時間 對 然後還有就是經過的 就是這邊可以 這邊都可以去做選擇 對 然後接著 接著就是 如果 如果我 因為他這邊是 以yes or no 的方式去做標準來判斷 所以如果他這邊 你可以選擇說 如果yes 做通過之後 那 這個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可以 我這邊就可以action 就是假設 我就可以 就可以加一個新的token 就是說可能 某一個地址 就是 可能像我自己的地址 好了 好 那可能就是像我自己的地址 因為我們這邊 這個道是tokenbase 就是 就是 道其實有分tokenbase 跟volleybase 就是tokenbase 就是 你的錢包 就是它是任你的token 就是一組token 還要給你一組token 你就是用這個token去 就有點像是 給你一張票 然後讓你 就是 看你有幾張票 啊你就可以用幾張票去投 你就 你用有幾張票 你就有 多少的 就是投票權 那volleybase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 你有一個wallet 你就可以去投一張 就是你一個人 你一個人就代表你一張票 對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是 因為我們這邊創造 創建的道是以tokenbase為標準 所以就是你有幾張票 你就有幾張 你就有多少的投票權 對 所以我假設我現在這個議程就是 如果這個yes通過了的話 那我的票就 那我的票就多了十張 那我就 我的 就我投票權就變超級大 就是我 假設我投yes的話 那就基本上這個議程就一定會過 的意思 對 那這 所以接下來 就是決定好這個action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就是再review一次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它 丟到這個道上面 那丟到這個道上面之後 就是丟到這個道上面的過程 就會 就會透過區塊鏈 就是 它會透過智能合約幫你 把這個proposal 放到區塊鏈上面去 所以你基本上 你把它放到鏈上面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再跟動它了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你會需要這個gas去 把你的這個proposal去放到 那個區塊鏈上面去 好 那接下來之後 我就可以create這個proposal 然後 接下來它就會 連到你的 就如果你是用metamask 就是 我自己是用metamask 就是 也有其他的那種 的 區塊鏈錢包 那 連到 就是你可以連到 metamask 好 然後不好意思 我的網路有點慢 然後 所以 所以基本上 就會到這邊 然後到這邊你就可以去 它就會問你說 就是你現在 你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現在的gas 你現在需要花的gas是多少 然後大概總量會是多少 然後 然後你確定好之後 你就在這邊按確認 確認好之後 它就會開始幫你做 把這個proposal 放到鏈上的動作 那可以稍微等一下 我懶得等了 等一下喔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代表你的proposal 被放到鏈上面去了 所以你就可以 在這邊看到你的proposal 那 在這 所以在這個道的 所有人都會看到 你提出來的proposal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就是 再過十分鐘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投票 就是去決定說 這個 就是你提出來的議程 是 是 你覺得合理的 還是不合理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 投氣選票 就是 這是沒有問題的 嗯 OK 然後 我們 目前這邊是有 先提個新 就是 公共的議程出來 那我剛才是 實際給大家操作看說 就是如果我想要 開一個新的proposal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說 假設我們現在的投票 對 那我們就會看到說 就是假設我們現在的議題就是說 我們 是否會允許 就是 某些 就是某些人 某些特定的人 然後去 獲取額外的token 就是有點像是 競神機制的那種感覺 那 就如果你同意的話 那我們就 就投 yes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 就投 這樣就是 就是 這樣子 然後你按下去之後 基本上 你也是需要 就是 因為你 你需要把你的 自己的結果放到電上面 就是你 就是有點像是 你做所有行為 都會被放在區塊電上面 所以你 在放上區塊電這個過程中 你都會需要 這個gas 對 所以你的錢包裡面 都是需要 就是需要有一些錢 然後所以就是 然後這是在測試鏈啦 所以 不是掙錢 所以不用 大家不用擔心 對 然後一樣 所以我在 在投vote的時候 然後就是一樣 他一樣會連到你的錢包 然後去做一樣的操作 沒有 他在 他還在 他還在上鏈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就 先 先盡快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 那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們在這個道裡面的話 基本上 最基本的功能大概就是這些 然後 如果你就會看到說 如果假設這個 這個議程過的話 那就這三個錢包的 這三個錢包的那個 Token就會變得比較多 然後 基本上就可以 然後如果 有 這個票 就是 他有一個機制就是說 假設 你的 同意票超過 已經 沒有辦法影響結果了 就是已經確定是同意的話 那你可以 其實可以提早執行 就是你可以提早執行 下面這個Action 對 那 目前是這樣 所以 各位如果真的 實際參加到到裡面的話 大概能做到的事情 大概就差不多這些 那 時間也差不多 那 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 各位在這邊看到的所有東西 都是開運的 然後就是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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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 或是這些紀錄設施 都是 就是目前你可以在 Gateau上看到 然後 如果你 如果你覺得就是 有哪些事情想要做 像是 你想要把你的Token交給一個代表 讓他幫你投票 這樣子 的東西也是可以在這個鏈上做到 但是 現在在這個地方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 還沒有人寫完 那他就是一個 如果你 如果想要把這個道做完的話 或許就要把這些東西 一個一個做出來 才有辦法讓這個 就是學生知識組織 能夠真的做出來 那 因為這個還是在一個非常早的階段 所以就是 我們只能先做出白皮書 然後大家也不見得會有 錢包 或者是沒有接觸過 Web3相關的東西 那 這個就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 在之後的學生知識組織 或是 所有 所有你想要表達自己的心理 或是 用實際行動去做的話 那 或許這是一個選擇這樣子 有任何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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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今天的議程就到這邊嗎 好 那就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